注意看蛋灾道 新版本中的喷泉非常的恐怖 它会喷出紫色箱子 瞬间把我们蛋子变成怪物游戏机 有很多小伙伴告诉我 变成怪物游戏机 三秒就能恢复 没有什么好怕的 错 其实喷泉真正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蛋子丢失自由 把我们蛋子变小 打入无尽的虚空中 小伙伴们你们知道吗 众所周知 魔法喷泉喷出来的魔法液体很迷人 如果你也见过魔法喷泉 那么轻点一个仨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喷泉在新版本更新以后 它不仅会喷出魔法液体 还会出现诡异的表情 并且我和学姐发现 它喷出来的紫色箱子生命力极其顽强 喷泉都消失了 箱子还在寻找目标 瞬间它就把呆呆鸟三兄弟变成了巨大的怪物 你表情包中的第一个就是此时 呆呆鸟的心情 小伙伴们把它发出来 我们看一下 并且新版本中的魔法喷泉 它的水柱很宽 今天我和我的蛋子进入喷泉时 我发现了魔法喷泉的真实目的 它瞬间就把我的蛋子变小 然后我的蛋子就被魔法喷泉 打入了无尽的虚空中 眼前白茫茫的一片 我害怕极了 我赶紧点了左下角的附位 才让我保住了性命 小伙伴们你们看 我回到了蛋栽道 所以说魔法喷泉 它非常的邪恶 它要让我们蛋子丢失自由 把我们封印在白色虚空中 小伙伴们你们知道了吗